竟然还有游泳池 我原来以为这个花都是假的 让做成自己家里的那种感觉 这个上面是人家的 我现在呢是在清迈的一家 那个咖啡店里 你们可以看一下呀 这里边到处都是烟雾 特别的漂亮 有听到水声呀 瀑布的声音呀 还有很多像这样的蕨类的一些植物 还有呢 这个有台 跟着我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里边还有这样的植物 哇 这里应该是什么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游泳池 哇塞 这个是私有的场所吧 这个跟我一起上楼 我是在探险了 这个是你们人家的一个储藏室 你看好多东西在这边 嗯这个地方不可以住 哎呀还下去了 这个上面是人家的储藏室 储藏室 对还得下去了 你们看泰国人的餐厅 就感觉像做成自己家里那种感觉 这个橱窗里面的东西呀 也就随便放 还是没有 清卖的这个特色的 像这种老式的家庭呀 这应该是厨房 我们已经走路人家厨房重地了 然后你看他这个餐厅 非常的随性 还很美呀 我原来以为这个花都是假的 哎呀摸一下是真的 这个花好好看哦 看上去真正是像假的一样 但它就真的 哎呦太好看了 这个蝴蝶八尼 我们看一下这咖啡店旁边 还有个餐厅 这里有卖蛋糕的 这个叶子蛋糕是叫 好 这个 然后也有三米 所以这个房子呀 就是他们泰国人的那个老房子 把它们改造成像花园 这样的一个餐厅和咖啡店 你看泰国人的这个整的一个咖啡厅 它就是一个老房子 弄一些花花草草呀 这个旧旧的房子把它保留下来 都非常的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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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子 好 好 好 还有一个洒话 对吧 对相机拍的一样 为什么呀 这是我的一杯 这是我朋友的 还带鲜花 当然这两个洒话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泰国人 我们这边也习惯了这样子